我的創集是馬族的韓劉石 律留品牌的新台縣 這一艘是我們公司現在主打的夏日台 今年三月中旬才從台南安平開回馬族 六個月份又開到基隆 參加了基隆的2022年的城市博覽會 還上官長的部分 從我們整個船的一個style 可以看出他就跟我們一般的招工船 有不同的一個風格 我們島里島之間的都有客船 可是你看在當時非常特難 用漁民服務漁的漁船 來沖蕩交通船 來沖蕩交通船 來在意我們的鄉親王范 加上以前的馬族的設施並不理想 我們馬族的潮差非常大 一般潮水的時候 漲潮跟低潮的落差 將近五到六個月 兩千龍都高度 大潮的時候將近八個月 早上你看到這艘船在碼頭 下午看到 你站在碼頭看船的時候 是看到它的屋頂 所以那個潮差是很大的 也也是在當時的趕複設施 沒有那麼理想的情況之下 你看 半克那 在潮水停的時候 它是直接可以靠 我們這凸體馬屁來上下 那潮水停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它這艘大潮水停在外面 用小的山板來接鎖 我其實很非從張國榮住址 這段話真的對我來講非常喊 就是愛這個喊 所以捨不得放棄這個喊的工作 所以說 這個是茶凍集團五十週年的影片 那張文發對於自我的註解 看到這段話的時候 對於我們海島的小孩子 非常大的一個供應 非常大的一個供應 海這個東西真的是很妙 很妙 沒想到 不錯 如果 沒有 我